桃園疫情延燒 昨天新增的個案當中 包括中立新街國小一名學童 陽明的一家日商公司員工 還有巴德大南市場的攤販也確診 感染源不明 市長鄭文燦下令休市三天 並且增設了一處臨時採檢站 中立的新街國小 湧現排隊人潮 更有家長帶著孩子陸續到場 因為這間小學出現確診個案 校園也緊急開設採檢站 讓全校師生進行採檢 床床倫龍一路排到戶外 由於新街國小新增學生確診 校方十九號緊急安排同學及家長 快篩 展開採檢的還有電腦代工大廠 仁保因為爆出三名不同部門員工 確診 為了避免職場群聚擴大 全場一千五百五十九人 也進行第二次PCR採檢 只是這波疫情從洪志公司 再到仁保平正廠 接連有電子廠員工染疫 如今在陽梅也有某電子大廠 出現員工確診 廠區大動作消毒除了一名生產管理部職員 染疫其他員工近七百人 初步篩檢 全數 陰性 規劃三百名員工 在家分流上班 只見桃園確診 連環報 現在巴德的大南市場 更出現感染源不明 初步疫調是與現有群聚案 無關的攤販確診 市場清銷不放過任何小細節 即使市長曾文燦強調 確診攤商生活單純 但市場人流複雜 也下令即日起預防性 休市三天 而疫情還沒止足 加上年節將近 桃園的人潮警示系統 也增加新景點 當然有用 如果說人潮 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錯 錯開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 多大幫忙 安全性做好 比較重要 像我們這老人家 就不需要 新增老街 西 延安步道等四處景點 可以透過警示燈號 查看即時人潮 儘管民眾看法不一 但桃園疫情不見趨壞 要擋住病毒進攻 必須更下點功夫 記者 川迅林之間 桃園報導